有句老话叫端午出生独父母 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是恶月中的恶日 是一年当中独气最盛的一天 此日出生的孩子不但不会让这个家变得兴旺 甚至还会克父母 对父母造成伤害 所以有的就把孩子扔掉 有的就另改生日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从命理运势上来说 农历五月初五的孩子 性格刚强 心有计谋 有权势行正道 而且有贵人提拔 只要把握好良机 定有一番作为 婚姻上一时不易早 晚婚会更幸福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一生顺利吉祥 不过一个人不能自己决定出生的日子 出生的时辰 也并不能完全论定一个人的一生 不管是哪一天出生 关键还要看后天懂不懂调节自己的运 那么大家觉得逢年过节出生的人 命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好